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70年披荆斩棘 新中国是如何诞生的 梳理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金灵卫视新闻杂志节目 今晚我是高原 今天是2019年9月17号星期二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跟我们保持互动 进入今天的节目 多年来 一代代追光人 在吉林这片卧土上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光学奇迹 这背后是一代代光学人的 辛劳付出 创新创造的结果 同样离不开吉林省 在科研体制机制上的保驾护航 今天的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专栏 来开追光系列报道 第三篇光彩夺目 您在显微镜上 看到的是哪一个细胞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细胞 然后很精确地 拿到你的这个节游器中 然后将它收集起来 可以做下游的这个测序 等一些这个下游的这个研究 而且这个 对对对 看得很清楚 对 光学能探索浩瀚的宇宙 将人眼尽可能地向远延伸 也可以向睛举角 探索细微无形的微观世界 拿微观领域来说 只有在单细胞水平上进行研究 才能解析生命最深层次的运作机制 这款单细胞分选仪 可以成功分离 0.5微米的微生物细胞 相当于人眼观看极限的两千分之一 今年三月 研发成功的单细胞分选仪 成为全世界公开发布的第一款 基于激光精准分选技术的 商业化单细胞分离产品 它的出现 突破了我国单细胞研究 与产业化应用瓶颈 其决定作用的正是李贝 这位80后青年才俊 在回到家乡长春之前 已经在英国 做了12年的光学科研研究 但是参观完之后 当天基本上 我们就签这个合作协议了 因为在这边 那我们首先是参观了 这个光景所的 它一些这个项目 和一些这个成果吧 当时就是被证好了 这跟我们这个 接下来要做的仪器 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 而且我觉得 自己在海外 这个也是学了一身的技能 国内也需要更多 像我们这样的人才吧 自己也是这样感觉的 人才需要什么 有特殊情况 我们一定是一事一意 没有定 如果真的需要 比如说我们也引进过 就是这个成立新的实验室 那我就要投入得多 那比如说像李贝研究员 那我看见他的有这个成果 可以转化的技术 我就成立公司 那么有一些呢 是做科学研究的 我现在已经有了 很好的科研平台 我需要再去推动它的发展 那这种呢 就在科研经费 或者学生配备 这边我就更侧重一些 制定政策 能为光学人才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而人才能不能留得下 更取决于一个地方 发展容器的大小 在长春新区 北湖科技开发区 300多户光学企业 在这里聚集 从孵化 到企业加速 到自己的构地建厂 整个北湖这边 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后边那是融得光学 做光点编码器的 这是光华科技 一个做物联网产品的 一般咱们都觉得 电子产品都在南网有 咱们这也有 这每一家吧 比较小 融据率比较高 那谁都跟我说 光华微电子 那田总的都跟我说了 这一万米 它能干15个亿 你看 就是长光卫星 技术有限公司 光电子产业复化器 这个是国家A级的复化器 非常专业 里边就是实际入驻的企业 也得50多户 在长春新区 北湖科技开发区 吉林省出资 216千万元建设的 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复化器 聚集着50家光电子企业 长光智欧 就是其中一家初创型企业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做的核心的一个镜头 那整体的设计 现在是由我长光智欧就可以做 但是其中的一些结构件 就可以在我们复化器内的 长春的方言公司 他们可能就能做 这个结构件的加工 那我们的光学元件 可能在我们的奥利宏外 就能进行这个元件的加工 除了通过孵化器等平台 为创业者提供发展容器 吉林省还在为光学领域的创新者 提供政策扶持 为光学创新人才 安排住房 保障收入水平 让科研人员 自主选择科研路线和科研团队 一系列政策 激励着勇于创新的追光人 让他们在追光路上 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2018年 我们累计支持了216个 各类的人才项目 19年我们又实施了 科技人才引育工程 启动了吉林省科研院所 引进高层次 科技创新人才的资助计划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每个家庭每个月 都会发现了一大把花花绿绿的小纸票 光是清点分类裁减齐整 核对数量就要耗时费力 还需谨慎的妥善保管 再精打细算 掐着指头过日子 在平票购物的年代 粮票 布票 肉票 肥皂票 见证了当时商品短缺的窘境 数十年间 吉林经济发展动力强劲 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大大增强 农业产品产量 更是跃升至全国前列 实现了从短缺到丰富充裕的巨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 吉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从2012年的4772亿9400万元 增加到2018年的7520亿3700万元 年均增长9.5% 从关注数量到均衡营养 吉林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了 从去商场超市等实体店精挑细选 到突破时空限制 在电子商务网站自助下单 老百姓购买商品越来越方便 比产地 比品牌 比价格 可供消费者挑选的商品种类 越来越丰富 吉林省旅游文化等服务消费占比 已达50%左右 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 年均增长30%以上 力争到2020年 实体零售线上交易额 达到1500亿元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突破万亿元 我们接着看吉林变化 步行街充满市井气息和现代氛围 渐渐成为大家休闲会客的重要所在 所以让步行街成为城市客厅 城市品牌和消费新地标 开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盼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 目前吉林省共有商业步行街26条 2018年全省步行街总经营额 共计260亿元 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32% 安置就业人数超过11万人 近期 省商务厅将开展步行街改造提升 在步行街导入商旅休闲 娱乐创意文化演绎等服务项目 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吉林省首批试点步行街包括 长春市长颖新天地数字经济特色文化步行街 长春市巴蜀映像步行街 吉林市河南街步行街 吉林市百年东市步行街 四平市人兴步行街 吉安市高沟丽边境风情步行街 白城市鹤城文化旅游步行街 长白山官委会长白山旅游集散服务中心步行街 首批试点8条步行街已经确定 我们期待着他们的华丽变身 一起来搜天下 七十年披荆斩棘 七十年风雨兼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承载着中国梦一路走来 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二十四集大型文献专题片 我们走在大路上 昨日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正式播出 节目采用了大量历史文献影视资料 呈现七十年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凡历程 很多资料是首次公布 六十秒宣传片 我们今天来直观感受 七十年披荆战旗 七十年风雨兼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承载着中国梦一路走来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墙起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被建设富强民族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努力奋斗 我们走在大陆上 唱响了新中国七十年的奋斗之歌 这样的大片值得追 昨天湖南农业大学也出现了追星 当天湖南农业大学举行 2019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 90岁的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来到现场 他刚一现身就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场面一度拥挤成巨型追星现场 上午九点半 面对数千名00后新生 自称是90后的袁隆平 语众心长地勉励大家 既要树立理想 也要为理想而努力奋斗 担负起新时代青年的使命 他还分享了自己成功的秘诀 原龙平告诉大家 知识就是力量 是创新的基础 汗水是要能吃苦 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来自于实干和苦干 灵感要求同学们要做有心人 随时注意捕捉思想的火花 机遇是要找到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 袁隆平的到来 引发了青年学子的热烈反响 当袁隆平离开体育场时 学生粉丝们热情欢送 开学典礼 秒遍大型追星现场 首先是佩服他 这么年纪这么大了 还能够如此精神绝朔 然后我们导师也说 他80岁了还在夏天干活 就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榜样 袁隆平 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 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 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就在9月7号 他度过了90岁生日 成为一名90后 袁隆平跟湖南有着深厚的情缘 他是湖南农业大学的双聘院士 大学开学 袁隆平成了现场最大的明星 有网友一语道破 这是管我们吃饱饭的人尊敬 的确 像袁隆平一样 有国家情怀的科学家们 都是当下值得我们追的巨星 他们不求名利 只求民族大义 他们用毕生献身科研 挺起了大国崛起的脊梁 他们是最亮的星 这样的明星应该追 值得追 这才是追星该有的样子 大学生追这样的明星 获得肯定 那么学生又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最近贵州省某校男老师 提水桶给女生卸妆一事 上了热搜 学生就该有学生的样子 老师义正言辞 而随着老师的一抹 被动素颜的女生 捂着脸跑进学校 于是争议来了 观点敬畏分明地分为了两派 一派认为 中学生必须遵守学校 不允许化妆的规定 另一派表示 且不论用水桶毛巾的不卫生 这种行为本身 就很上自尊 开学之初 就有少数热衷化浓妆的学生 在学校戴起了可化妆风气 尽管学校明令禁止过多次 不允许学生化妆 但收效甚微 这才第一次采取给学生卸妆的方式 尽管有点过 但出发点是本着对学生负责 最后 该工作人员欣慰地表示 现在学生知道化浓妆要被擦掉 所以热衷化妆的现象 已经改善了许多 此外 该工作人员还提到 当地学生家长大多外出打工 学校有90%的留守儿童 都是留守儿童 在很多方面 那个家长的陪同 以及那个引导方面 可能真的太欠缺了 所以说导致学生在这个审美观 或者一些价值观上面 他的这种 比较有点偏激 所以他出现了化浓妆 而且一个学生 他不只是一个学生 是一个学生带动一波学生 这种情况在学校 出现那种泛滥 比较严重 所以学校引导一直都没有好转 只有学校可能也是想的没有办法了 才采取这种手段 可能是这样子的 在这场舆论风波中 不仅是教师承接权 与青春期自尊之争 还内涵着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女性化妆低龄化问题 非黑即白的对错论 恐怕无法说服任何一方 有句话叫 管你最狠的老师 其实是最爱你的老师 可是这学生到底应该怎么管 近期的一些地方也爆出老师 因为承接学生而受处罚的事件 教师承接权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和关注 今年7月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其中明确提出将制定实施细则 明确教育教师承接权 实施细则的内容 主要包括承接实施的范围 程度 形式等 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解决当前我们一些学校 一些老师对学生不敢管 不愿管 方人管理 这实际上是没有完全履行 教书育人的这种职责 第二就是解决不善管 不当管这些问题 过去有些教师对学生的一些承接 也有过度的问题 包括一些严重的体罚等等行为 有了规范以后 大家就有所遵循 教师也可以放心地 有效地去实施这些承接 家长也可以自己去评判这件事情 免得造成家校之间的矛盾 那如何看待学生化妆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规范中第二条写得很清楚 穿戴整洁 朴素大方 不烫发 不染发 不化妆 不佩戴首饰 男生不留长发 女生不穿高跟鞋 遵照相关规范 中国几乎所有中学的校规里 都有禁止学生化妆的条款 所以说帮学生卸妆的当事老师 是在对违规行为进行纠正 这个道理不复杂 争议的重点还是在于细节 春风话语 寻寻善诱 固然是教育学生的大原则 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 并不是所有的寻寻善诱 都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卸妆事件中除了可以改为女老师之外 这所学校的做法不该有非议 试问如果教师的惩戒权总会遭到吹毛求疵的对待 遇到莫名其妙的各种束缚 哪还会有个老师愿意因为负责任而惹上麻烦和非议 此外对留守儿童多点关爱是正确的 但是关爱不等于溺爱 更不等于纵容 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明确和落实老师的教育惩戒权不是为了好看 而是为了好用 假若一边呼唤尽快落实老师的教育惩戒权 一边又对老师的执行惩戒权 任何行为吹毛求疵 这是不是有点夜宫耗聋的嫌疑 在这样的舆论生态下 原本对教育惩戒权抱有期待的老师们 是否会因此而纠结 也许这才是本次事件真正值得惊醒的地方 今日受强冷空气影响 北方多地出现降雪 今年醉人的雪景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你那儿还热吗 墨河的雪已先下为敬了 眼下黑龙江墨河正至深秋时节 森林里秋衣正浓 飘飘洒洒的大雪 让满山的金黄披上了雪白的新衣 远远望去雪中的森林 宛如美丽的童话世界 这也是墨河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雪 比去年提前了25天 这样的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 先来体验这一份秋日里的惊喜 那个远山是秋景深秋的季节 现在看不见了还有黄色的叶子 这个近景就是冬天的雪景 非常漂亮 太漂亮了 在新疆降雪来得更早 8月12号 新疆查布查尔县 在省道237县上 一天内出现了大雪 浓雾 中雪天气 一秒游夏入冬 执勤交警说话都直发抖 我现在所在的温室 查尘S237县 由于天性愿意 苏陆旦已经开始下雪 路面已经借名 与此同时 地处阿尔泰山东南路平均海拔1300米的新疆青河也出现了降雪 雪山脉绿松相应城去 青河部分地区的冰雪会从每年10月份一直持续到来年5月底 由于天气原因 今年青河的降雪时间提前了半个月 伴随着梦幻雪景北方多地一秒入冬 然而南方多地还在夏天的尾巴上 网友们纷纷感叹 我在南方露着腰 你在北方过着雕 雪景虽美 但是隔着屏幕都觉得有点冷 咱也别说别的了 我大吉林也是一日入秋的节奏 又到了妈妈喊你穿秋裤的时候了 话说这中秋节刚过 冷空气就在吉林耍微风 气温大幅跳水根本不给过渡时间 气温下降4到6度 局地达到了8度以上 同时呢 伴有5到6级偏北风 阵风7到8级 日前呢 吉林多地出现了这个霜或霜冻 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 未来几天 全省部分地方将会迎来初霜 今天清晨中东部地区有霜冻 吉林东部沿边大部白山北部有重霜风险 长白山保护区重霜高风险 18号清晨沿边白山通化东部局地有青霜风险 长白山保护区有重霜风险 18号我省霍迎来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冷的一天 同时呢 我省部分地区伴随着阴雨天气 风雨交加 目前正是作物生长的关键阶段 提醒农民朋友可采取相应措施 促进作物灌浆成熟 另外 秋季冷空气活动频繁 早晚温差大 请广大市民 尤其是孩子 老人和孕妇 更要随时关注气温变化 增添衣物 预防感冒 好 说到这儿 接下来360度秒读天下咨询 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昨晚在河南省郑州奥迪中心闭幕 在为期9天的时间里 先后进行了17个竞赛项目和194个表演项目的比赛 共有34个代表团 7009名各族运动员参加比赛 其中 我省代表团参加了9个竞赛项目和4个表演项目的比赛 多得了5个一等奖 15个二等奖 14个三等奖 是我省参与人数最多 获得奖牌总数最多的一次 作为极致两省对口合作引进项目之一 淘宝直播美妆供应链基地12号在长春授牌 标志着全国首家淘宝直播美妆供应链认证基地落户我省 基地建成后 在为东北地区直播机构提供孵化服务的同时 着力培养优秀直播人才 探索直播供货 设备保障 专业助播等创新模式 助力电商直播机构发展 日前经中华诗词学会验收通过 通话线获评中华诗词之乡 通话线自2018年启动中华诗词之乡创建工作以来 扎实开展诗词六进活动 建诗墙 辟诗篮 学诗联 创诗座 办诗刊 创建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 目前 全县已组建诗设58个 会员达到1923人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9月16号晚 甘肃张叶市 接连发生两次地震 震级分别为5.0级和3.9级 镇中周边的张叶市 武威市等多地均有震感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再来关注英国脱欧 16号中午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将往卢森堡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 进行直接会面 本次会面在非正式场合进行 两人在一个小餐厅共进工作午餐 目前距离10月31号 英国脱欧 最后期限只剩6周多的时间 如同分析人士预测的一样 本次会晤并没有让外界看到 英国脱欧进程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16号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与澳大利亚车主 就大众排放门达成和解协议 大众表示承担责任 但不认错 澳大利亚约10万名车主 可以向大众索赔 总赔偿金最高可达1.27亿澳元 约合6.16亿元人民币 2015年9月 大众汽车爆出柴油车尾气检测造假丑闻 波及全球1100万辆柴油车 时光匆匆 往事如风 在夹缝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九州方圆 万众归心 1949年10月1号下午三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暗动电钮 五星红旗 冉冉升起 中国历史从此开启了一个 崭新的伟大时代 今天的光阴 我们就追着我们走在大陆上 这部大片怀着崇敬的心情 会看新中国是如何诞生的 西板坡坐落在太行山下 糊涂河畔 就在这座不起眼的乡村指挥部里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指挥了中国战争史上空前 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大决战 解放军一路南下 凯歌高进 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和乡村 1949年 解放区的天 这首歌比解放军的炮弹飞得更快 一年前的四月三十 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节口号 经中共中央安排 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号召 秘密北上进入解放区 参加新中国的筹建 许多人参加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这为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 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中南海怀仁坛 隆重开幕 中南海怀仁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当领 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会议决定定都北平 北平改名为北京 以公元纪念 国旗为五星红旗 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这首歌在1982年被确定为正式国歌 2004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九州方元万众归心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天安门广场隆重巨行 这是十五岳的呢 是十八千万千万万,大典 和国民主党领年 x5 天安门成龙展示 民主党领年全新公和国民主党领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